五谷区农会举办的家政班成果展并推广食农教育精神 成员们运用当地当季生产的食材 制作出一道道美味的料理 让乡亲们品尝与分享 进而帮在地农友们行销农产品 五谷区农会举办家政班成果展推广食农教育 从产地到餐桌精神 学员们使用在地当地农特产品制作创意料理 让民众品尝并认识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培养正确饮食消费观念 结合我们的食荣 让一些我们五谷乡的各界都可以来学习很多很好的料理 一个简单又实在又用我们当地的水手就可以拿到的食材 推广谷主任林美慧指出 生活中食物的消费和农产的生产销售是密不可分的 农业是人类食物的最重要来源 所以农会结合食农教育 向民众推广食当地吃当季的理念 这边有办一些像这个老师有邀请老师来教我们一些做这个美食 我有参加那个就是Q饼 我觉得蛮棒的 还可以做个小朋友吃 还有我们的在地的竹笋 有的竹那个老师教那个食材真的很棒 加正班李小姐表示成员们运用当地当季生产的食材 制作出一道道美味的料理 让乡亲们分享与品尝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在地农友行销农产品 欢迎大家来农会直销站选购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五谷采访报道 由于ro 请不吝点赞出